Hello大家好,我是编织博主小和 我最近在织我这个自己设计的松柏毛衣 然后这里用到了一种用勾针在棒针作品上做的枣形针 所以我就顺便给大家录一个视频教程 下面这一针我就要织这个枣形针了 用跟棒针同样型号的勾针 先勾一针引拔 把这个线圈挂到勾针上 再勾一针引拔 然后再勾一针引拔针 然后下面我们要做三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具体方法这样 挂线 然后从这个线圈里进去再挂线 把线掏出来 这是一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然后挂线 勾针伸进线圈 再挂线勾出来 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再勾一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然后现在在你的勾针上查一下应该会有七个线圈 然后我们挂线 把这个挂上的线从七个线圈里一起勾出来 然后再挂线勾一个引拔 然后你就把这个线圈 顿长 把线圈挂回磅针上 要注意这个线圈的方向 你正在使用的毛线的线头 应该是从这个线圈的左边出来的 好了这个短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值得作品中也需要做这种爆米花针或者枣形针 你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做这种小球球 如果我的教程对你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